吴思瑶那個就是胡說八道 那個是韓國瑜改的 不是行政院哪個部會改的 行政院哪個部會誰敢改 我當實聯曆我從未見過 部長給他改標題 對啊 那管貓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他如果真的希望改 他會私下打電話給你 說高經委員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他不是啊 他直接貼臉書 他擺明就是要跟你對抗 先斬後揍 他們有要揍 他們有要揍 他根本連揍都沒有 給他支持者看 我就不爽力完略 我就是要這個名稱 你看我現在戰狼我多強 就直接對抗 而且很明顯他的主體就是 台灣的政府 所以取締 取締當然主持就是台灣政府 那高經那個主題就是兩岸的船 所以高經顯然就是想要探查事實真相 所以才會理那個標題 那管閉林是直接就說 我是台灣政府取締 那這個事情我來做報告 所以他先強調他有管轄權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確定他的訴求了啦 就是這個議題他就是要訴求 中國要趁這個機會沒收台灣的主權啊 表面上是驚嚇海域的執法線 可是他就直接把他等同為主權啊 那明天你幾乎可以想像那個開會的狀況 民進黨委員一定批評登記 說他要做會議質詢 那要討論那個更改名稱的問題 然後上去發言通通都在講 你們都幫中國講話 就是要把他搞成台灣與中國派的對決啦 然後通通都用會議質詢 讓你根本進不了主題啦 除非高金啊 比如說他當這個趙偉主席啊 他當天下一個霹靂命令啊 我真的建議高金這樣做啦 我們會議質詢限制 只讓六個人發言 他要限制人數啦 不然我跟你講民進黨一定一直給你搞這個啊 因為他就是不要讓這個專案報告可以進行嘛 那如果真的高金做了這個事啦 比如說限制會議質詢的人數 我跟你講高金如果做這個指示啊 搞不好筆記長還在那邊跟你吵 說你沒有權利 說你不能限制會議質詢的人數 然後他就為主席台 現場就鬧成一團 那你不要忘記內政文會有一個超級會作秀的 立委叫做黃傑啊 對啊 欸出來蹭欸 我覺得很好啊 所以我也特別提醒那個 內政委員會國民黨的張志倫跟牛許婷啊 小心啊 不然立刻被指控信燒這樣 因為那天一定會有 推擠嘛 一定會假動嘛 而且我跟你講啦 據我了解 不是只有那個委員會假動 是全部假動嘛 所以其他的委員會發完言 請你到內政資源 請你到內政資源 民進黨都這樣搞的啦 所以我跟你講啦 各委員會的人都會來 尤其是 比較在電視上常作秀 比如說王定宇 王定宇一定來的啦 所以就是說明天應該討論不了主題了 這個是民進黨的設想 對 可是這個就是考驗高精啊 高精就說你不要給我走 我下午還是要開 所以這個專案報告我下午還要 我要整個開完 對 今天沒有開到一個什麼內容 因為他可以不斷的 他是主席啊 他可以不斷延會啊 我要給你開到晚上也可以啊 大家都來拼嘛 我記得以前好像都會開到半夜對不對 那個委員會很少開到半夜了 可是就是你不讓我搞 我就硬要搞你 所以坦白講這個是考驗國民黨 還有國民黨的那個同盟的戰力 對 那你絕對不能夠輸啦 所以啊 國民黨明天一定要下假洞 叫大家不要回選區了 因為國民黨的人向來都這樣 質詢完了就回家了啦 我跟你保證民進黨不會離開 對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保證黨的地盤的 這是必須搏命演出的戰 因為就是 你就看到明天他們就決定把訴求 把它搞成統獨大戰 那中國大陸當然知道嘛 中國大陸關注台灣的政治那麼久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第16次協商就是不用協商了嘛 對啊 那 所以你說 難道 民進黨都直接讓管碧琳這樣搞嗎 我認為搞不好就是國安會的決定 所以你不要以為是管碧琳一個人在玩 對 我認為 你以為邱泰山不了解國會啊 他也當過立委啊 那你認為賴清德 蔡英文不知道國會啊 他們兩個都當過立法委員耶 所以我認為他們都是共 基本上都是共犯啊 就是一群人定調 要趁這個機會把這個議題上綱成主權之爭啊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玩啊 當然這個就是 非讓立將軍生氣是很有道理 小董更有權力這樣問 你把我們金門老百姓當作什麼 對 你把漁民當作什麼 你把那邊駐軍三千人當作什麼 你讓大家都陷入困局耶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是不在乎 對 因為金門馬祖他們一輩子都選不上 他們就是不在乎 對啊 而且他們也認定 金夏本來就是一家人 所以中國大陸不會打金門 那了不起就是沒收海域 沒收海域民進黨本來就無能為力阻止啊 對 所以我乾脆鬧大 變成統獨大戰 而且他也料定這個時候 大陸在開兩會了 美國不會出手嗎 不是嘛 時間還沒到 等兩會開完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是認為鬧得不夠大 美國不會出手啦 我跟你講 你不要用正常人的角度去思考他啦 你要從政黨鬥爭的角度去思考他 還有兩岸鬥爭的角度去思考他 我事實上在其他節目我也講過 說這個叫做破碗破摔理論 破碗破摔策略 就賴清德 他知道他520舊子眼說 不可能改到讓大陸滿意嘛 對 因為他就是台獨嘛 他一站出來大陸就不滿意 他沒有空間啊 所以他認為貿易制裁 路客不來 路深不來 早晚的事 這個是早晚的事嘛 所以他不如啊 就趁今年 他們認為今年是空窗期 做他自己 是機會之窗 因為他們認為 今年美國要大選 希望兩岸都先不要有太大的變動 維持現狀 盡量維持現狀 可是有效期 就只到11月的第二個禮略 對 我跟你講啊 民進黨這樣玩啊 如果11月真的是川普當選 那川普正式上任是2月1號嘛 明年啊 那那個空窗期 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你如果這樣玩 當然大陸 你看那個兩會在開主題 都是要穩住經濟嘛 對啊 所以大陸本來在這個時候就是 沒有要搞什麼 兩岸的大的風波啦 對 什麼對立什麼的 他並沒有這個想法 那更不要說什麼中美大戰 這不可能有這種想法 所以民進黨認為這是他的機會 所以我就把主權問題凸顯出來 而且是很不負責任的 透過驚嚇海域來凸顯主權問題 對 你如果是台海 我跟你講大陸就動手了啦 因為大陸武統真的要打的 也是台灣跟澎湖嘛 他不會針對金門 所以被他打到機會 如果你要凸顯驚嚇海域的管轄權 我把他散綱到主權 那有一些動靜 因為大陸 大陸海警船已經會到處開的啦 甚至包括海空的一些動作啦 繞台啦 甚至軍演都有可能 那民進黨就要看 你美國總要表個態嘛 因為事實上蓋拉格來台灣 那個消息就傳出來 蔡英文最在乎的就是 你們是不是要放棄烏克蘭 你就知道他的想法啦 他的想法就是認為美國現在 好像對捲入這種 別人的戰爭 而且是這麼大的對手 可能意願越來越低啦 那當然他民進黨就是所當其衝啊 所以坦白說我是 我是相當悲觀啦 你說協商會有結果啦 這個議題會朝向務實方向解決啦 我認為他 絕對不是笨到不了解問題的性質 對 他是故意要把它轉成政治問題 是 就是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解控